由文化部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在数位亚洲国际研讨会中特别安排台湾专题 让来自台湾与英国的学者发表四篇 以数位媒体的解放潜力为主题的文章 而其中 寻找大学大众传播所助理教授蔡秀芬 研究台湾与中国公民新闻发展也引起许多讨论 让欧洲学者对台湾有更全面的认识 这个题目可以放在台湾的panel来被看待 而且这个台湾的panel里面有四个不同的题目 一个关于韩流 就是韩国的这个戏剧的韩潮 然后另外是这个文创产业 然后再来是宏洲洲世界 还有这个我的这个公民 公民这个记者的这个panel 所以当我们这个panel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让欧洲人 特别是荷兰的学者 他们特别在对台湾可能 more or less有一些认识 然后但我们却提供了这四种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觉得这笔 就是说我们的题目分散在不同的panel里面 然后那个能够被回应的 是我有差别的 因为我们放在同的panel 然后被当成是台湾的四种 认识台湾的四种方式 或者四种角度这样子 然后所以被回应的 的branding也可以有比较 包含着这个台湾的思考 所以我觉得还蛮幸福的 谢谢大家